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注射药物到操作结束 一般操作时间只有90秒 技术难度高 感染风险大 马上就给他做心肺复苏 马上就给他起碗插管 有一个病人就是出入到CD的时候 突然养活不好了 然后我们的医生就拿着这个插管箱 飞奔到这个CD室 眼睛就起雾了 根本就看不到 也没有多想 就是马上把眼睛取了 把防护进去了 然后就给病人插管了 诸国超的公婆丈夫 均在一月初罹患新冠肺炎 她非常着急 却分身乏术 医护人员头上 如同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重压之下 他们忘记了被感染的风险 竭尽所能去抢夺 挽回病人生命的机会 有一天我记得 我们连续死了三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都受不了了 那么我们下面有些医生 基本上心里也到了承受的极点 也基本上出入一个崩溃 在科室主任周晓阳看来 二十几名战友都是她的软肋 初期防护服紧缺 她常常一个人进入病房 有时中午都不出来吃饭 她把医院分给自己的公寓 让给年轻的医生轮流休息 晚上就在办公室合一而眠 我就蛮害怕 一不小心就被别人 把我当新冠肺炎 把手收走了 手去住院去了 可能这场战争我就错过了 然后那也有段时间了 他们也不是很理解 就认为难道医生就不是人吗 医生就不用回家吗 如果说我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 我想的话 我会陪他们出去玩一下 第一个给出病毒人传人论断的中南山院士 提醒大家避免去武汉 自己却再度反身入恶 这位84岁的抗非典战士 17年后又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斗士 大家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另一位高龄院士李兰娟一头扎在武汉 参与会诊 授课 还亲赴ICU查房 一位74岁的老人走出危险红区 脱下口罩 脸上露出的压痕 震撼无数国人 古北之外 很多人在除夕之夜 许下蒸蒸诺言 薰夜池圆 热血出征 很多人在心碎之际 告别儿女情长 剪去极肩长发 游向匆匆背影 平安回来 你平安回来 老子包了包一年的家我做 我一定平安回来 回来我还要见到你一做年的家我 池圆湖北医务人员 高危高压之下依然乐观 长期穿戴防护服 脸上皮肤凹烂之后留下的疤痕 他们为他取名武汉印 伴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开始收治病人 16家方舱医院陆续启动 疫情爆发以来 全国共340余制医疗队 4.2万余人抵达湖北 其中女性医务人员占比三分之二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金国英雄鱼从未缺席 但我对英雄的理由 我生命当中没有把英雄和我们等同在一起 因为我承诺了我要来 我就应该本事这个状态 医生也会有不住的时候 当我们跟家属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一个最不愿意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有的家属是 我们一说是医院 家属那边说 你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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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说 这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的 这一天 在武汉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戴树兰正在迎来新生 她曾为一名怀孕34周 罹患新冠肺炎的孕妇 完成剖腹产手术 自1月23号武汉封城以来 戴树兰的科室 由于30位宝宝降临人间 其实从开始来说 我最多考虑的就是 有妈妈和这个胎儿 就是把手术做完了 做到我放过湿 把那个面吃完了以后 后来想起来 到哪儿去 因为家里的话 老公也是有这个病 妈妈都98岁了 这位曾经援助非洲两年的女医生 无论压力多大 身体多疲惫 面对患者和家属 脱口而出的 永远是这一句 有我们在 你们放心 武汉加油 2020年3月10号 武汉无畅方舱医院 见证了最后一批患者出舱 至此 武汉16家方舱医院 全部修藏 生命的方舟 抵达彼岸 因过度劳累 将胆囊留在 武汉的院士张伯李 在这一刻 有些激动 方舱医院的 今天是最后一天 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 所以今天是应该 值得纪念的一天 今天晚上 我们最后一次 入方舱医院 然后给大家唱一首歌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一倍倍倍开始 有数据显示 全国有1700多名医护人员 在岗位上被感染 超过20位 以身殉职 以同样的血肉之躯 与死神争命 争出希望 拨出信心 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 无愧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那些从隔离病房出来后 欢泼的身影 那些因无助而流下的泪水 那些想家的日子 仿佛已留在 那个凛冽的冬日 而春天已经到来 在冬日礼报来火转 照亮黑暗的白衣战士 将成为这个春天 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说心心很亮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 没有看过人前后 时的眼睛 地灵的眼睛 给了我过大的希望 天际环和飞浪 白衣无边险 白衣山浑山 山脸山 无边包围长 扎面窝 热干面 笑感的麻糖 将军的馅 六渡桥的女子 大边山的汉 太阳的铁水 红红蓝天